奔着回馈基层运动的善意 兆丰产物保险和桃园市立评证高中 签订长期合作计划 设立特色发展基金 初步提供一年六十万的金额 给予评证高中各运动代表队 以及重点培育学生使用 让学生无论是在参与竞赛 或是升学时都能无后顾之忧 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我们就一直有在关注 我们的一些基层的一些运动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们大概基本上我们就想说 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的朋友 他如果对体育有兴趣的 让他们真的有机会 能够更上一层楼 凭证高中不仅是近年高中棒球强拳 在跆拳道射箭也有杰出表现 去年雅家达亚运 风光拿下女子跆拳道首金的苏伯雅 以及射箭代表队的彭家帽和罗小元 都是凭证的杰出校友 除此之外 凭证的同款乐队以及升学 也有不俗表现 展现文武双拳的多元实力 凭证高中是一个 可以说是德智体群美 一个非常均能发展的学校 孩子也看到企业来投入之后 我想将来这个社会的孩子里面 也一定知道什么叫 饮水思源 未来他们将来有能力 有机会的 他们一定也会来回馈社会 回馈学校 一样把他们力量贡献在社会上 拥有企业大力赞助 获得更多资源帮助的凭证高中 渴望在各项目都有各出色的表现 孕育赎更多人才 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 快乐 快乐